我們現在來講解這一台 例如10公分的混碎機 這是用電動馬達啟動的 用電動馬達啟動的 然後 油開關 油開關 油要去化油氣的開關 這是開 這是關 然後 我們如果長時間沒有用的話 油開關要關起來 然後 把化油氣裡面 化油氣裡面的油 卸掉 就這樣子卸掉 卸到完全沒有油的狀態之下 你可以 我們就可以放比較久 卸到現在都完全沒有油的狀態之下 我們現在先講解 然後等一下再用發動 因為發動的時候 引擎就很 噪音會很大 然後就不清楚我們在講什麼了 要發動的時候 把組合門關起來 往外拉 把電明開關 用在開動的位置 然後開動之後 放回第二段 第一段 第一段就停了 引擎就停了 要換回第二段 第二段它就是代表什麼 說有在充電 在充 有在恰里 恰里我們俗話講的就是充電 在回充回電瓶 回充回電瓶 回充回電瓶 然後上面這個呢 我們在發動的時候 上面這個就是說 就是緊急按鈕 比如說我們 要想把它停止 就是緊急按鈕 要把它壓 往下壓 它引擎就停止了 但是引擎有停止之後 你記得 一定要 要再往轉 左右轉動 它就會彈回來 彈回來 引擎才可以再發動 引擎才可以再發動 我們來介紹這個粉碎機 我們這台粉碎機 是屬於自走式的 自走式 但是它是兩輪強制驅動的 兩輪強制驅動 然後呢 這個是行走的離合器 這樣 刀起來是行走 放下 把它放掉是停止 放掉是停止 然後我們這邊有一個排檔桿 這是前進後退而已 前進後退兩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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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啟動這台粉碎機之前 記得把這個出料 出料孔要打開 出料孔下面有兩根螺絲 把它取下來之後 然後啟動那個粉碎機的時候 我會建議 加一點油門 加油門 然後再搬那個離合器 把皮帶緊緊 就是啟動那個粉碎布 然後要停 有一個小動作 就是用腳踩一下 它就 那粉碎機就沒有再動作了 粉碎機就沒有再動作了 然後引擎 引擎 引擎 注意一下 就是在使用的時候 要檢查 看有沒有機油 那邊有機油尺 有尺度 OK OK